看来笑这个 像这样就是那个沙滩上屏里的生号 亏是真多 这家伙得给他整一个拖岛回来 要不然是真麻烦 这还长了个连体 这地方一个 这地方还有一个 天哪 这个是真多 它能净化海里的海水 净化水质 一天的计划的启动啊 我回家放浴缸里面试试吧 而且肉也特别大 这个机械 带着吧 这也是一个摩檐楼 哇 啊 什么情况 还露水哦 哇塞 这应该是被冻焦了 刚才那个在沙里面还冻不结实 这一个在水里面 现在这水温有凝固一下了 特别凉 在沙里面它还能保点温啊 在水里面直接就藏 冻了一点劲没有 这个也挺大 这个小管车可浅 但这地方爬了有半个多小时 只爬了有20来公分 如果说这边有水的话 它一分钟也得爬了一两米 太小了 不要了吧 走吧 这是我捡到第20个躲在海螺里面的包扰鱼 出来了 哎呀 还不舍得 还不舍得 还不舍得出来这个 天呐 哎呦 哈哈 我天呐 他碰这个墨汁怎么这么长 看 都拉丝了都 来吧 别跑了 像这样的迷你把暖鱼回家做个蛋炒饭特别好吃 吃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的牙齿拿出来 这个黑黑的就是他的牙齿了 丢手一扣就下来 行 这就不表演 回家起锅烧油 把你的窝也带上 走了 这应该还活 但是火的话我都不打开热 这叫片口鱼 是海上隐藏的包批 鱼类它是最会爬的 波沙坡那也特别强 看一下 看一看 就这一面跟沙的颜色差不多 翻过来的话就好让 这个个头不小 好了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尔强 鱼花干海 猫猫点赛 那么下期再见了 拜拜